在纳米比亚荒野宽广的平原某处 有一个还是延续着古老传统的方式生活的非洲民族 族人想要学习自己的语言 还需要牺牲掉身体的某个部位 今天我们有机会去到他们的村落面对面 但是我们的越野战车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昨天我们在国家公园里面看到狮子上演了一场狩猎的电影剧 然后晚上住进了这间饭店之后呢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醒来啦 你看我眼前看出去呢 就是一整片的森林 这个应该也算是他们国家公园的其中一小部分吧 你看从我们阳台望出去 这里有一坨新鲜的石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留下来的 现在是早上九点 我们先去吃早餐 然后当然就是要离开这里 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啦 但是你看我今天穿的有一点点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因为因为接下来的行程我们去看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民族 我们这两天住的饭店其实地点都还不错的 尤其是昨天 因为昨天是住在国家公园的正中心 也是他随时旁边 今天这个呢也是在国家公园的最外面 一出口转个弯就到了 我个人对于味道还有奇意是相当敏感的会拎在一起 现在空气中有一种树 泥土 还有可能是人家煮饭的味道 让我想起我婆婆家的味道 你看那里有一只大 你看那边全部 在离开饭店之前 这一只大羚羊来为我们送行了 我们要准备离开 他的脚好卷哦 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画面 停下来跟他拍张照片 也不是拍照片拍给你看 那阿米比亚自驾进入第五天 其实来到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旅行 也会对于空间跟距离的概念慢慢的改变 以前100公里觉得很远 现在会觉得哇 幸好只是100公里 城市跟城市之间距离很远 随便一开都是一两百公里起跳 我们今天一路往东 开了200公里 先来到一个叫做Kamanyab的城市附近 在那里比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族 叫做Himba 星巴人 到今天为止 他们还过着跟传统族人的生活 我们停在一间超级市场 先买一点食物 我们跟他们合照的这群人并不是星巴人 问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一族人 我觉得很神奇在外面买东西超市就会遇到 我们的语言不通 但是付他们一点小费跟他们合照 这种国际语言到我还是沟通的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有点不自在就是了 但是超市旁边也有一个小小的当地市集 哈啰 哈啰 可以挑一下 哈啰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蛮美的 你就带我的就好了 我跟他们买东西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拍照 哈哈 好可以的 来 好酷哦 来 Andy 240 哇 It's good How much $50 $50 $50 And your name? 刚刚那群人应该也算是星巴人吧 但是我们继续往前 寻找真正的星巴人部落 就是跟他敲手 刚刚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一群啊 就是算是当地人啦 然后我因为是当地人 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跟他买了一些首饰 那我们现在要到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算是一个 算有点像观光景点 就有点像我们去青莱 参观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 我们现在进去的呢 是餐馆一个叫做星巴族的人 You see if I talk like this If I talk like this It record Hello? Yes yes When we came back It's not making Yeah yeah So now I talk it record Hello 好像很高手 你看以前502很多这样吗 在前面带路的那个是我们的导游 他现在要带着我们走进这星巴人的村落 听说这个行程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 我要看看他跟刚才卖我们东西的人 有些什么不同 我们应该没行程了吧 没 在正式进入之前 我们必须先学习他们打招呼的方法 Moro Perivi Nawa Which means afternoon Afternoon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Good Moro Perivi N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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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了我们手上已经带着星巴人的视频 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这样 他等下就没办法做我们的生意 今天我们会走进星巴族的村落 了解他们的生活作息 居住环境 还有文化历史 还有文化历史 星巴族最为人知的特点就是女生头发上还有涂在身上的这些红泥 我们已经进到了他们的城市了 你看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他们的房子外面 他们在外面有的做手作 有的可能在照顾孩子 是 然后他们这里的人啊 基本上是不洗澡的 然后你看他身上那些红红的粉啊 其实他是使用 所以他们是用一种红色的石头抹成粉 然后再掺一点像奶油什么的就涂在身上 就是可以保护他们不被虫咬啊 还有保护这个太阳 不要晒伤他们的皮肤啊 那就是非常传统非常传统 Moro Perivi Nawa Moroалы 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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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ника Kimo 他们对善ly 帮هم 帮 here 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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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说他们不洗澡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只是他们洗澡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这边是鲜叶 这些是鲜叶 这些东西是在身体和上膀胱 这这就是鲜叶 这就是鲜叶 当女士来到这里 带来用鲜叶 他们把鲜叶用来 当女士发炉 这样 她放在鲜叶 然后烧热开始烧在机器 后来她开始泡沫 在每个地方 然后她会痒痒 后来痒痒 她会拿着衣服 然后她会痒痒 后来她会用红泡河 同样的东西 对,不同东西 她们就是靠手上这个烟熏的盆子 让身体出汗 就算洗澡完毕 接着就会立刻补上红泥 但是她在婚礼宫 但是她在婚礼宫 因为男人不需要看她的眼睛 她必须要把她的眼睛装上红泥 是婚礼宫 是 当然,他们这里还是有在 卖一些他们手作的东西 就是让他们可以赚钱嘛 所以我们乘管完了之后呢 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卖的什么东西 我看看跟刚才那有什么不同 她没有要换哦 她应该是要给我要东西 她应该是要给我要东西 我觉得这个完美 我觉得这个完美 三百五,她这个要卖三百五,你看 你看,她是雕刻的 对,三百五 你觉得这个美还是斑马的位 斑马的是画的,这个是雕刻 她现在从四百到三百五 我刚刚讲错了,这里只有女生呢 她是不能够冲凉的,她在刚刚那种熏香的方式 男生呢就可以冲凉啦 然后男生在这里可以娶五个老婆 刚刚你不是看到她牙齿吗 她其实像两颗牙齿拆掉了 你看,她也在这里拿着四百个老婆 让她们说到他们的语言更简单 让她们讲到他们的语言更简单 让她们看得到其他国家 然后刚刚我买的这个碗 其实我就只是想找个纪念品 然后随便买一下而已啦 但是我觉得她弄得蛮美的 就是一个雕刻的很多圆形图腾的碗 反正她随便开价钱的啦 你可以随便杀 但是她杀价的方式呢 就是在那个沙地上面 然后写数字出来 蛮好玩的 在我们离开之前呢 哈哈哈 我们创举了想要跟全村的人搭合照 OK 好啦,我已经跟全村的人都搭合照了 罗马 找 blonde 猪然 我故然自己在这里 他们在这里很强 帮她介紹的是他们的我们 他们这里啊还是相信就是像神医这样 天啊神啊会保佑你 但是当他头痛真的痛得不得了的时候 他还是会问我们有没有头痛药的 所以我刚刚就给了他我们的头痛药 但是我记得他是不是两个东西都比较的 我们玩太high了 刚刚我们停车的时候忘记把灯关掉 所以我们现在车开不了了 但是幸好我们小费给很够 所以他要帮我们去找另外一个电池或是另外一辆车来帮我们启动他 着急 开始 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Ivo 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看到最高最大 而且没有围起来的 你看啊 比我人还高哦 而且有两种颜色 一般的是白色跟红色 红色比较少见 然后这个是红色 所以我们停下来 我不敢这样开口径 我怕弄破的很买 本来我们好像要住在一个小木屋 然后旁边会有什么野生动物经过的 但是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啦 反正我们的房间被取消了 暂时换到这里来 所以今晚我们就会住在这里啦 等等吃晚餐 应该今天就会结束了 还记得一开始我们总共有10个人 后来我们三辆车分开了嘛 因为就是那个飞机延迟 然后今天我们就会合了 必须罢掉自己下牌的牙齿 才可以正确发音的语言 觉得把泥土涂在身上 会比用清水洗还要干净 这些都是让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我想 就是因为这些体验 我们才要出来旅行 我还有看到一些是小小的 还有一些是baby的 还有一些不知道身体四四的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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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